健康品质全面升级 哇 我喜欢 健康美味 圈起来 成功的巅峰 荡漾生活的清风 你的国度 你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当你们说日本 我听说我看日本人爱起名 当年说日本这个收入倍增计划 真的是推动他经济的这个转型 改变很大 当时说因为这个倍增计划 叫个一亿总中流 总中流大概就是说的 就中产阶级 就是一亿 你看日本一亿多人口 一亿收入都差不多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程度 这一亿总中流 但是我就说你看看中国目前的这个差距 这个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 3.3倍 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15倍之多 现在国家不是限定一些央 现在国家不是限定一些央企的什么那个 那些行业的工资吗 对吧 10%的最高收入户跟10%的最低户相差20多倍 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准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啊 天哪 这仅仅是收入啊 我们还没看到一些福利 而且我觉得你这些数字好像多小了 都过时了 包括这个15倍 包括这个20多倍 肯定是小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在工资方面 那么垄断企业与一般民众之间这个差距就会相当大 而且还有很很多福利 很多福利根本说不清楚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记得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山东网通给员工交那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助罚公基金 平均6000多 助罚公基金去6000多 这是个福利啊 还有我们看到这个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那个地方铁路局招人啊 这个就是一个垄断行业了 击破头啊 一百人根本进不去 最后去限定 资能死铁路员工的家属才可以进去 为了验定这个铁路员工的家属 是真是假 最后必须有要过一个程序 DNA验定 验定这个身份 你必须是真的 谁可以进去 这搞了很多家庭毛 对 所以我们就讲 当然这个 四兄的也奋奋而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 就是说 从这个能够看出 就是这个 呃 我们单从如果看收入的话 是看不到里边的水 我觉得这个公务员内部 它是实现了福利型社会了 是吗 呃 他已经找实在是找不出名目再来分钱了 就是那些福利费 高温费什么费 想尽种种办法 钱实在太多了 挂在账上 想尽办法给分钱 一个费用这个 你刚才说的那六千块钱 公积金还算好 在那政府一看 公积金这么多 行 你就拿来给社会做空姐 现在那个保障停住房要动用公积金了 这是一块 那其他的福利多了去了 真是的 你就根本想象不到的名目 有时候我们说一般人的高温费 最近不是说很多工人热死街头了 热死 哎呦 热死 但他还不能停工对不对 还在那边 但是你想这个 像他们这种高温费 动辄就是几千上万 这种 有几千上万 非常正常 因为他工资的话 比如说我们限定要限定工资 要限限 那么限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